用冰冰冰的 用冰冰的 牵出咱们的 你真可以吃 多少螃蟹 多少螃蟹 怎么可以这样呢 ul lo,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我是Kelvin 我是mint 我今天这次的大神 真是好吃的 你吃吧 还可以吃 我们现在在这间叫做炒鸡在巴探咖喱的 然后我们本来找它 手术它走前是在KTB 后来我们朋友讲 它是在MCO过后 关了那间老店 这间是新开的 也是二代店所 你们来的话 可以每一个都点一辆 但是全部点销的 炒肉苦瓜 原来也是可以讲老师 原来讲华语还是讲老师 看你要不要玩我 你讲华东话 我不是要做字幕咯 我吃的时候 我们一定觉得这个东西很特别 就是跟它的反应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叫什么 它已经有饭 这个东西还是有那个 所以不难以来有饭 因为那猪猪它便卤好一大锅 然后它就拿一片 然后鲜包包 但是它的猪肉是 正常讲的甜味有香味 是不腻的 我觉得那个飞猪东西 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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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间很贵 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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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的那个尾巴是敲开的 炒鸡就是这样子一家 出甲式的餐厅 你的人在旁边 你的人就杂账在旁边 你的人就杂账在旁边 放酒也杂账 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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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 一口 特地 第一 嘿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雪州河水坝 Salango River Dam 它是我们雪州最大的水坝 然后是全国排行第五大的水坝 好像有苏邦加亚这样大 整个苏邦加亚这样大 然后我们在这里野菜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开箱的事情 要开箱的就是这个 EJI Mavic Mini 3 这一款就是我们2018年买的 去越南的前一天买 拍一个自己爽的Vlog 如果你想看的话我放链鞋给你们看 对 然后后来因为管制越越严的时候 我们就卖掉了我们那一家Zono 过了五年吧 这家 就是我们新买的玩具 选它的原因叻 第一个叻 就是它很轻 只有249个gram 对 其实就因为这个新的控制器 它可以直接看哦 它不用依赖那个电话 然后我的电话可以好像现在这样子 来拍自己 在玩这个时候 电话来 对 对对对 不然是有电话来哦 它只是有什么 notification 然后你按掉它 然后忽然间它跳出那个APP 你是会紧张一下一点 这样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在控制它 因为今天才第一次飞嘛 所以你要讲它很容易操作 我也没有觉得到很容易操作 因为我跟它都不熟 就是它 我觉得是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不难是真的 至少我今天没有赚哦 哈哈哈哈 比起上次第一次飞 是吧 这一家自己的续航能力是很小的 最夸张就是这个 34分钟 是超级的 我认为它就是可以飞 47分钟 多多人啊 哪里都很多人啊 今天 我们有点幸运咯 因为我们是最后一个 我还不放这个牌了 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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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weekend 哪里都客满 Lucky Long weekend Monday 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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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它是很重啊 上马上味道 可是它其实很滴到 吃哦 所以不会讲什么东西很滴很滴 很滴 这个哦 外面没有吃过的东西啊 对 我现在吃了好吃的糯米耶 应该是经验程度就输给那个 草莎 上马上了 我们现在来到 幸福毛的壁画街 然后这里的每一幅壁画都有 它背后的故事的 这个是 Sungai Chilling啊 然后 那边有一个 Pala Gliding 但是Pala Gliding 要早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人去玩 下次 哎 哎 这边的小鸟鱼 应该是小鸟鱼 就是看两个鸟鱼 看两个鸟鱼 你谁看起来 你没有到回家了 这就是 KKB的其中一个地表 钟楼 他建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拿来纪念那个 King Josh the Six 还有Queen 跟那个登机的那个十四十五 耶 打卡 完成 第二 它是一个教堂改成的警察局耶 想进去参观吗 没有 我还没想说你现在爬这个进去你就会被抓走 你就可以进去参观了 是哦你今天就出KKB 幸福毛的马来文名字叫做Kwalakububaru Kwalakubu其实就是河边上的城堡的意思 为什么会叫幸福毛 其实是因为以前还有一个地方叫旧古毛的 那个地方在1930多年的时候 就水坝破裂了然后淹水 然后他们就把整个地方搬了来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个老街上会看到有一些老建筑上面会有 1930多年的那个字样 他就是因为是那个时候搬来这里的 所以那些老建筑到现在就有百多年的历史了 这个是KKB的表现 但是我们今天是公共加起来 所以他没有卡啦 但是我要跟你们讲一下这里的小查局吧 在这里他也讲述一个故事 KB有一个传说是讲当时1883年的时候 有一个白鲁鱼是守护这个地方的 然后就有一次有一个英国盛世 把那个白鲁鱼给打死了 然后过后那个白鲁鱼就没有守护这个地方了 然后就结果 水坝崩停 然后就有一个水坝给装了水沾 嗯 这个故事就到这里 是句点吗 哈哈哈 这是其中一个传说啦 关于白鲁鱼的传说其实有很多个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留言点赞 下期再见 拜拜